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是香港男士第三大普遍的癌症 而導致死亡率在男士來說都是第四大 所以在這個年代都不是一個容易忽視的癌症 如果你說香港的趨勢 因為我們多了男士去做身體檢查 所以近年的確多了男士有這件事 尤其是找多了早期的前列腺癌 以往傳統來說可能他們有症狀 才會去做看醫生去求醫 接著診斷了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他可能抽血 例如看到前列腺特異抗原 PSA高了 就會做一系列的檢查 或者他覺得小便因為前列腺肥大 有些病症 或者小便不相信去看醫生 他們都會做多一個檢查 所以在這個年代就早了少許發現有前列腺癌 其實前列腺癌我們通常可以有幾個分的方式 我們首先說了有抗散和沒有抗散 如果你說抗散了的癌症 我們通常都是用支援性治療 即是說我們的目標不是要把全部癌細胞殺死 不過我們想把癌症的生長控制 通常我們在前列腺抗散的情況 即是骨幹治療 或者叫做最主要的治療 都是用賀爾蒙治療的 就是希望減低男性的賀爾蒙 以至癌症生長減慢 通常有幾個方法可以做 傳統就是直接將膏丸截了 這個就好像俗語所說 做了太監 就令到膏丸沒有了之後 那個男性的賀爾蒙減低了 不過呢 隨著我們多些的技術發現 其實現在很多藥都可以達到同一個效果 所以很多病人現在就不是做膏丸截除的手術 其實都是打針 就將賀爾蒙減低 那除了做這個賀爾蒙的控制 其實我們都有化療藥 可以去幫助這個癌細胞減低生長的速度 而且都有不同的另外一些種類的賀爾蒙控制 剛才我說了打針 其實新一代也有些口服的賀爾蒙藥 可以幫助擴散了的前列腺癌 去得到控制 那如果你說沒有擴散了 即是只是局部性的前列腺癌 那我可不可以叫做早期呢 其實就算沒有擴散 其實都可以叫做有早和晚期之分 因為它的癌症本身可以很大塊 雖然沒有去到骨或者沒有去到肝的擴散 但在前列腺裡都可以很大塊的癌症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都不算是一個很早期的局部性前列腺癌 那一般來說如果你說去到這麼大狗 通常我們都建議做手術或者電療 那有時候電療要加上一些賀爾蒙的短暫控制去幫助 那但是假設如果你那個癌症發現得早 可能是早到一個地步是本身的癌症很少 而那個毒性都很低 即是所謂低風險癌症 去到另一個極端 有時候我們可以用一種叫做積益監控 即是觀察的方法 即是說我們知道在這種的癌症 生長速度很慢 甚至可能因為病人隨著年紀大 他都未必會因為這個癌症有任何的病徵 或者有任何的病發症 那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可以用一個叫積益監控的方法 即是說定時回來抽血 還有我們會做一些抽組織的檢查 看看癌症有沒有變化 還有有時候可能做一些影像 譬如做磁力共振等等 去監控著這個癌症 看看他有沒有變化 如果假設變大了變多了 或者那個毒性變多了變大了 那我們就可能會建議去做一些 決斷性的治療 譬如做手術切除 或者做電療去控制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屬於早期癌症 不過又未至於早期 就像我剛才所說 可以用積益監控 其實現行最常見都是用手術 即是很多時候我們說達文西機械臂 其實就是做這個整個前列腺切除的手術 那都是一些很可靠 以及經過長年累月證明是有效的方法 去處理這個前列腺癌的 中文字幕志願 字幕志願